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国2024总统大选节目 今天我们将为您带来一些激动人心的新闻 首先在北卡罗莱奈州民主党候选人乔什斯坦赢得了州长选举 击败了共和党副州长马克·罗宾逊 这场选举的胜利主要得益于斯坦在早期投票中获得的显著领先 尽管罗宾逊在选举日当天一度领先 但最终结果显示斯坦在民主党区域和关键战场区域的强劲表现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2024年大选中的关键摇摆州 这些州包括亚利桑那、乔治亚、密歇根、内华达、北卡罗莱纳、宾西法尼亚和威斯康星州 他们将在选举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候选人特朗普和哈里斯都将目光聚焦于未决定的选民 尤其是哈里斯需要关注特定群体的担忧以确保胜利 最后关于菲律宾在南海争端中的立场 分析人士预测菲律宾将在美国大选后采取低强度的应对措施 尽管与中国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 专家们对未来的和平持谨慎乐观态度 因为中美两国都希望避免冲突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美联社报道 北卡罗莱纳州的州长选举结果揭晓 民主党候选人乔什·斯坦已明显优势 击败了共和党候选人马克·罗宾逊 斯坦的胜利主要得益于提前投票的强大支持 约有75%的选票在选举日之前投出 斯坦在这些选票中领先超过16个百分点 尽管罗宾逊在选举日当天的投票中一度领先 但剩余的选票主要来自于人口密集的民主党地区 导致斯坦最终胜出 罗宾逊在竞选期间因过去的争议言论受到广泛关注 这也影响了他的支持率 德国之声指出 美国的选举制度中 摇摆州在决定选举结果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摇摆州通常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摇摆不定 吸引了候选人的大量关注 随着人口的变化 摇摆州的名单也在不断更新 经济和通货膨胀是选民关注的焦点 而各州在堕胎权等议题上也有其独特的关注点 亚利桑那州 乔治亚州 密歇根州 内华达州 北卡罗来纳州 宾西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都是关键的摇摆州 可能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发挥重要作用 南华早报分析 菲律宾在美国选举后的过渡期 可能会继续以低强度方式处理与中国的南海争端 菲律宾可能会通过国内立法来合法化其在南海的主张 并与其他声索国进行谈判 尽管南海的紧张局势持续 但专家们认为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不大 美国与中国在该地区的动态关系将继续影响局势 而菲律宾在此过程中的角色也将备受瞩目 尽管中国对美国的干预表示反对 但双方在维护地区和平方面的共识依然存在 Nike Aza 报道 随着美国总统选举初步结果的公布 日本日元在周三早盘贬值超过1% 而股市则上涨 前总统特朗普在9个州取得胜利 而副总统哈里斯则在5个州获胜 结果的关键在于7个摇摆州 分析人士指出 市场正在消化特朗普可能胜利的预期 而日元汇率可能会因特朗普胜选而进一步下跌 经济学家们预计 如果哈里斯获胜日元可能会升值至150 由于选举结果的不确定性 日元预计将继续波动 美联社报道称 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的表现强劲 这个曾经的摇摆州逐渐从民主党手中滑落 特朗普在麦阿密 戴德县的表现尤其令人惊讶 历史上这一区域长期支持民主党 特朗普在佛州的领先优势 使得哈里斯几乎没有翻盘的机会 民主党在该州的组织失误和人口结构变化 导致他们在选举中的劣势愈加明显 自奥巴马时代以来 佛罗里达州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 民主党在这里的支持度下降 LJZERO报道了纽约市选民 在选举日的紧张氛围 尽管纽约市民主党的传统堡垒 但不同的社区展现出复杂的投票倾向 在皇后区支持特朗普的选民表达了对经济政策的信心 而在布鲁克林和哈莱姆支持哈里斯的选民 则对特朗普的行为表示强烈反对 选民们在投票时情绪激动 许多人认为这次选举关乎未来的方向 尤其是在哈莱姆 许多非裔美国选民期待哈里斯成为首位女性黑人总统 现场气氛热烈充满历史意义 南华早报报道 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投票已进行超过13小时 选民们正在决定唐纳德、特朗普或卡玛拉、哈里斯将成为下任总统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特朗普在肯塔基州、印度和西弗吉尼亚州赢得了选举 累计获得23张选举人票 而哈里斯则在佛蒙特州获得了三张选举人票 目前乔治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投票技术正在进行中 预计将决定最终结果 尽管选票的统计时间尚不确定 但早期的出口民调显示 民主与经济是选民最关心的问题 特朗普和哈里斯的支持者在这些问题上的关注点存在明显分歧 悉尼陈锋报指出 在美国选举的背景下 中国的一些关键决策机构正在讨论其期待已久的财政刺激计划 美国的选举结果可能对中国的经济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特朗普若当选将可能实施高达60%的关税 而哈里斯的政策则可能更加温和和可预测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预计将采取相对温和的刺激措施 主要集中在稳定地方政府财政和重组银行资本 而不是大规模的消费刺激 这种谨慎的态度反映了对经济增长的低预期 尤其是在房地产市场疲软的背景下 BBC的调查显示 民主和经济是美国选民在本次选举中最关注的问题 超过三分之一的选民将民主视为首要关切 特朗普的支持者中约一半认为经济是最重要的问题 而哈里斯的支持者则更关注民主的状态 调查还表明大约七成的选民对选举的公平性表示信心 但这种信心在两党的支持者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此外选民对暴力事件的担忧也在增加 显示出对选举结果的紧张情绪 整体而言经济状况和民主的未来成为本次选举的核心一体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美国大选的首批结果已经揭晓 特朗普和哈里斯分别在各自的传统支持州取得胜利 尽管投票仍在进行中 分析师们预测这将是一场历史上最接近的选举之一 在最后一周的竞选中 多项民调显示哈里斯在关键摇摆州获得了支持的上升 哈里斯在乔治亚州的广播采访中 呼吁选民投票 强调他与特朗普对国家未来的不同愿景 而特朗普则在佛罗里达州投票后 表示对胜利充满信心 美国各州的投票方式各不相同 投票站的关闭时间也有所不同 结果可能需要几天才能最终揭晓 关键的七个摇摆州备受关注 尤其是宾夕法尼亚州的19张选举人票至关重要 尽管各地安全部门保持高度警惕 选举日的投票相对平静 只有乔治亚州在一些投票地点 因炸弹威胁短暂中断 选举夜 哈里斯在华盛顿特区的庆祝活动中 等待计票结果 而特朗普则在佛罗里达的马阿拉格 举行观赛派对 大家好 我们非常高兴地为大家带来区块链和游戏世界中的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 六度链推出全新平台将彻底改变我们与信息互动的方式 在这个游戏化的平台上 您可以评估内容 预测结果 并赢取奖励 想象一下 一个游戏让您的见解塑造信息价值 并为此获得奖励 敬请期待 这是一个您不想错过的社区驱动体验 游戏即将开始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多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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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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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